Californians for All College Corps的计划 向大约6500名低收入大学生提供1万美元的作学金 这项方案将不同背景的加州人 以及全州范围内丰富的服务机会联系起来 同时令到加州未来的领导者们能够负担起大学的费用 州长Gavin Newsom发起Californians for All College Corps之后 向大约6500名低收入大学生提供1万美元的作学金 这项具有变革性的计划 以备证明能够给大学生和他们的工作组织提供很多经验 感谢我们的领导感谢这个项目 我可以去把我学到的教育知识 来应用于一个非营利组织 长滩的非营利组织 我去教那些幼儿园的小孩子们 那我当时一直致力于如何为孩子们创造比较有意思的课堂 我觉得很幸运 因为我能够直接将我学到的知识应用于实践 这不仅是为他提供了资金 同时呢也为他提供了一些服务于社区所带来的精神价值 那同时呢他们也为社会为社区带来了福祉 也让受疫情影响的低收入家庭获得很多切实的帮助 现在由于疫情和气候的问题 那很多学生都面临着身心上的创伤 那我们希望这样的一些良好的项目 也能够遏制学生心理状况 日益恶化这个危机 参与的学校包括加州大学十所校区中的七所 加州州立大学23所学校里面的16所等 这项方案将不同背景的加州人 和全州范围内丰富的服务机会联系起来 同时给本州的未来领导者能够负担得起大学的费用 我想要鼓励我们的听众能够找到您当地的大学服务团项目 并且踊跃申请 是服务了340多个学生 并且为他们提供一些指导 这一项计划开放给所有大学生申请 而有需要申请的学生 可以以你就读的学校来咨询 是不是有这一项助学金的计划合作 而这个计划也能够更大范围的拓展 天下卫视编辑报道